小S別在那裡光了 別讓我戳穿他們 天天的吸毒 我有證人 對吧 這叫罵嗎 這叫警告 這叫商量 對吧 手機 張蘭框天天吸毒 帶S回音了 王曉飛突聽戰 緊要燒床墊 應該家口不外揚的 但是呢 還要有證據 因為他們太會演戲了 大王站開打至今 王曉飛日前放話 要來台搶窗墊 但人不見蹤影 倒是王媽媽張蘭 又公開自己 給S媽的語音 你們全家就毀了 知道嗎 你好好思考思考 好好想向你女兒 下半輩子這麼過 不能這麼毀了她 知道嗎 把你把她都逼成什麼樣了 她都逼成什麼樣了 吸毒吸成什麼樣了 你怎麼沒點人心呢 我有道德體現 我是一個忠厚老實的人 汪曉飛更忠厚老 你們從結婚那天 我就看出來了 你們在利用汪曉飛 你們給汪曉飛 能有點面子嗎 吃著她 喝著她 固著她的房 房有哪臉嗎 網友表示重新定義忠厚老實 竟然有人相信這些謠言 不過也有不少網友 站隊張瀾 S媽深夜在臉書表示 為什麼瘋子罵人理所當然 這叫罵嗎 這叫子頭 這叫商量 對吧 我是在講理 汪曉飛發文後 隨機秒刪 徐媽媽讓我別說了 讓人家那個小玩意閉嘴 還有她老公那事 疑似暗指小S夫妻 副本越開越多 還捲進一位 不知道是誰的唐老師 但S把個人潛界改成 至於汪曉飛說要來台一事 他深夜發文IP 人在北京 晚上還有直播行程 看來搬床電一室 假的 可能換媽媽來吧 如果真的最舒服 那我就把 我就回家班前 把所有的證人我都找出來 對吧 充滿藥的到西服的 我都有 別逼我 別逼我 我一定要你別逼我 吃山紙有媽媽 Yodomade 王曉飛突發文表示 咱們不騎一場 昨天我急了 是你發起的戰爭 床電給燒了都過去了 咱們不再互相傷害了 那叫格局明白嗎 沒道歉那格局 他不慫 他叫格局 那叫一個挺 老媽那挺 一個贊 來 給王曉飛贊一下 這也就是北京爺們做企業的胸懷 和格局 明白嗎 Dias也發常文聲明 我和我妹不能吸毒 因為心臟不好 台灣不開放任何毒品 我們很收法 曉飛的明細表不是我寫的 也沒拿到四千多萬 每個月收到的 是補償身心受創的 一百萬元台幣 傻事衝我來 無殃及無辜 姐夫也點贊貼文 不知道還會不會有 下一波戰爭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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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